救了很多的橡皮筋狗狗 他也先老過很多次 今天要跟 大家 影片 示範給大家看 這隻是我剛才去那個 雲林 舊的橡皮筋狗狗 小優他還很小 一般 一般 這種便當 在這個工地 或是公司工廠 他們吃完比較多 他們吃完有時候會這樣綁 有時候會這樣綁 有時候沒有綁 為什麼狗狗會種橡皮筋 我用我的拳頭 代替狗狗的頭 示範 因為流浪動物 犬隻還有貓咪 他們在外面流浪的時候 他們沒有東西吃 會去那個工廠工地 公司他們尋找 這是尋找食物 地上尋找食物 像這個飯裡面 有的吃剩 還有飯嗎 貓還是狗 就是這樣子 你看喔 這是他們要觅食喔 這個是他們的頭 他就這樣伸進去 伸進去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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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然後 他要出來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哇 橡皮筋 跟他出來了 齁 就套這 啊 你看這隻 等一下你看那個傷口 有多嚴重 他中了兩條 他就會橡皮筋 遇到那個液體 體液 他會每天這樣子割 他頭這樣轉 會這樣子割 割割割 最後 割 割到 氣管 齁 然後血管 然後就死亡 齁 中間過程 會經歷很長的時間 如果你是這樣綁 你是這樣綁 綁這樣 大家宣導這樣綁 這樣也是可以啊 因為你這樣子 進去 來 這樣子 進去的時候 齁 他就會彈開 他就會彈開了 他就會彈開了 啊你剛才這樣子 這個 這個 進去 齁 齁 就跟他出來 齁 齁 就是這樣子 我是建議大家最好不要綁 都不要綁 不要綁 齁 不要綁比較 你不要 你不要小看這個橡皮筋齁 齁 這個 可以讓 流浪動物致命 你看他 來 小白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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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 廟暗 一條 小白15 小白紅 小白病 小白 Official 這樣 他每天就要這樣被折磨 然後慢慢的死亡 等一下一分要手術了 手術之前我跟大家示範一下 請大家分享 你一個小動作可以避免很多流浪動物 遭受到生命 遭受到危險 等一下要手術了喔